职悲真的宇宙人生的事情 真的可以这么廉价的解决吗 平常你就忙着你的工商企业 好了你先忙 加勒班应酬交际 哈拉看电视 休闲睡觉 假日趴趴走 没有一点修行的味道 我们来看看几个修道人的图 这都是影者 影视 你叫这些话外的高人 为什么你来庙里头 这些神仙就帮你效劳 你是谁 人类怎么愚痴到这种程度 人家再看看下一章 人家是这么样子的高洁 人家直接修道人跟你讲的话 你从来没有在听的 凭什么你今天跑到庙里头来 我就要把什么事情都给你泄露 有这么廉价的吗 有这么廉价吗 我们再看下一章 人家 在万里寒雪当中 带个斗笠 也要打坐 这种人才配 亏天机 什么啊 平常 根本把修行看成是浪费时间的事情 自己不想修还障碍别人修行 是不是啊 你看看人家 你看看人家 这种人才配 亏天机 如果你是昌天 你要给那个吗 平常根本就不修行的 不但自己不修行 还拉别人 你千万不要修行啊 然后很奇怪 你要去问这些神仙啊 这些神仙 佛不上哪一个不是修上来的啊 哪一个不是修上来的 我们这边演讲都讲过很多次了 借着这个环球的 这个疫情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 你千万不要再过那种廉价的 不要有这种投机的心态 你把这些高人当成什么东西 凭什么你来庙里头 这些修道高人就要告诉你什么事情 你在想什么 到底你在想什么 你怎么会这么投机 再往下 老子修道与化登线 大罗金线 人家都讲无为而至 放下 你放下了吗 不放下嘛 然后跑去 然后跑去 好多什么三清 公去那里 求啊 求啊 你去求他都完全 不把老子的交代 放在心上 甚至还障碍 道场的发展 还好意识 哦 就跑去庙里头 企图 填个香油钱 绑个龟 抽个签 就能够解决你人生的事吗 各位 不要这样子再幻想了 不要再幻想了 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 这是愚痴 我们再道徒去看 你看看 你看看 我们很多的修行者 都是令人钦佩的 我们很多的禅宗大师 你看看像恶主会客 立于血地 几天几夜 跟达摩求法 甚至断背求法 各位我们有这种情操吗 根本就在修行上面 非常的散漫 甚至于不把修行人的交代 当作一回事 好 我们再回去看那个卜贝好了 好了 我们来看看 你的卜贝好了 来 看看卜贝的这个图 图片 这个其实大家都很熟了 阴杯 圣杯 笑杯 再往下 有的杯做得很漂亮 好 我们来看看 再看这个 如何提高 直卑的准确力 各位 寺庙的直卑 你不能说它完全不准 它是会准的 但是端看看 你是谁呀 各位 你是谁呀 往下看 我们来看看 寺庙的来历不凡 准确度越高 你这家寺庙是什么来历的 假定这个创办人 真的是得到高人 这个创办人真的是得到高人 你在这个地方 拔杯 这个准确度就高了 但是有一些寺庙的来历 真的就是 这个 就不是真的高人经营的 有一些所谓的还愿 就盖一个庙 或者是觉得他有钱 要捐一间庙 这种 这个来历就 不是真正的通天的人 所经营的 这个庙 来历本身 就有个问题 另外我们所讲的来历 还不只是人 他真的从天而降的 这个庙 才厉害 可是目前在人间 因为迷失很久了 人类迷失很久了 老实讲 大家都不通天了 都不通天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 苍天真的要在人间 创造一个属天的机构 真的谈何容易啊 想想刚刚 有人在寒雪当中 打坐 练功 你该不会觉得 那叫浪费青春岁月吧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奉劝你 不要来挖杯 你在冒犯苍天 你暗中就在干那些 障碍修行的事 还敢进寺庙 我跟大家讲的是真话 这苍天的声音 暗中都在障碍修行 怠惰修行 还敢进寺庙 怎么敢走进来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这个寺庙的来历 现在要找到一个真的 从天而降的 不容易 但是我们人间还是有一些 道脉 佛脉 它确实有一些机构 当我们也不方便做广告 有些机构确实不错 他们有他们的先都 有 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去喜愿 挖杯 那个真的就不错 可是这种可能在台湾 我们不讲别地 台湾可能顶多10% 20% 所以寺庙还真不能乱跑 第二个 你就看现任 那个来历可能是100年前 或是50年前 你也不知道了 可是你可以看第二点 你可以看现任的住持 你先看看那个住持 是什么样的人 你都要考验 包含我们不是讲 天界之洲有一个四年条款 欢迎大家考验天界之洲 四年 你现在到这个寺庙去 你看他这个住持 或神职人员 你去跟他相处一下 你挖杯 你根据这个杯来做决定 你要冒险 你先去暗中观察一下 这个住持 和那边的寺庙的神职人员 看看他们的修为状态 暗中观察一下 因为你大肆要靠包含来决定 难道你不应该了解一下 里头的住持 神职人员 到底什么样 暗中观察 可能观察 一天半天以后 你决定不要包含了 这个地方可能有问题 你不知道来历 可是你至少可以用现在 现况你去分析 真的它就有必要 你暗中去观察几次 因为你想去把杯嘛 好 第三个 执杯者现在就看到你自己了 你的修为越高 准确度越高 各位 真的不是每一个人到寺庙里头 说把杯的准确度都一样的 真的是修道高手去那边 长天会跟你对话 真的会跟你对话 所以各位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来历 这些寺庙来历 你也看不到里头的住持 住持啊什么神职人员 至少你要是一个高超的修为 长天会为你而开门 会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 会 可是看看你修为到什么程度 第四个 假设你不想修为 至少你是一个大善人 执杯者积德行善 准确度越高 这个 这就是建修派嘛 建修派比较强调的就是 积德行善 也可以 也可以 好 我们看最后一个状况 假设 懒惰修行 私心自用 贪婪欠令 心怀暗鬼 劝君莫执杯 这只是一个几率而已 他们不会给你答案的 我跟你打包票 你这种人不要去自卑 我跟你打包票 你这种人去自卑 一定遇到鬼了 你看 恶主慧客 为了求法 达姆要跟他开口 他跪地几天几夜 你到寺庙去 你肯跪两个小时在那个地方 请神明给你吗 你肯跪两个小时吗 恐怕很多工商业人士 你们很忙 去那边 也没心情贵两个小时 贵四个小时 根本没心情 各位 你这种就不用去卑杯了 阿摩不会跟你说话 不会 你自己要卑杯 那是你自己要卑杯 那是你的自由 我跟你打保证书 你这种人 你不要去卑杯 你会误了你自己 没看到很多新闻吗 很多人为了发财 不是去卑杯吗 靠卑杯来投资股票 我气得半夜把那个佛像砍了 你自己有毛病好不好 上面的佛菩萨 哪一个不是大修行者而来的 佛教的教主 释迦摩尼佛 就是一个潜心 修炼佛法的高手 你自己在修入 修行门第 你自己好不知道 还敢去砍佛像 砍神像 太夸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